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毓民踢爆》原本是星期五播出的 昨天因为有点事 所以顺言一天 今天要踢爆什么呢 踢爆留在台湾港奸的恶行 前几天 应该是上个星期 台湾的中央社 国营的通讯社 国营的新闻媒体 有一篇很详细的报道 说什么呢 就是说台湾大学的社会系 在6月11日 举办了一个巨变中的香港 《抗争移民与全球网络研讨会》 《全球联网络研讨会》 《全球联网络研讨会》 主要是讲香港议题 参与的人也很多 有些学者等等 有些民间团体的代表 出席这个所谓元卓会议 讨论巨变中的香港 有关抗争 移民和全球联网络 当然这个题目我一看到 我当然会有兴趣 但是除了这些所谓媒体报导 就是中央社会报导之外 其他民进党的媒体都有报导 因为基本上你这个论坛是想说什么 具体内容 我们遲些可能上网 我们可以找到有些人说了什么 但是这个中央社报导的焦点 你猜是说什么 两个字 叫做排港 排港 很多外国地方有排华 台湾是排港 这是民进党的排港政策 排港的意思是这样的 根据这个报导 它是这样说的 其中有一段 先 关于这个论坛 我稍后再说 香港近年政治环境 在今年的四月 有民众在国法会公共政策网络 参与平台提案 废除香港澳门关系条例 简称港澳条例 有5千人赋议 即是和议 它的门槛就是 你要废发 民众可以联署 要求政府废除某些法律 首先 要由民众去联署 大家签名 一到達五千人 台灣的主管機構必須回應 港澳關係條例的主管機構 就是中華民國行政院陸委會 他就要回應 兩個月內就要回應 現在已經過了回應的時間 然後另外一個台獨的組織 台灣基進 這個台獨的政治組織 不久之前也主張分階段 停止適用港澳條例 當然港澳條例有很多條 大家上網可以看 我節目中也說過 主要是針對港澳地區 和台灣之間交流 其中也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港澳人士在台灣 居留和定居的那些法律規定 香港發生的反送中運動 就是說 有很多人要離開香港 他可能是有案在身的 有可能是因為他在香港參加過反送中的運動 或者他去過遊行等等 或者他怕已經被人拍下 或者特區政府國安單位有他們的資料 可能他不離開香港不行了 就是要流亡海外 有些有案在身 有案在身那些 後期已經不能離開 他已經沒收你旅遊證件 其實現在去到台灣尋求這些所謂政治庇護 所謂政治庇護是要打一個引號的 因為台灣沒有政治庇護 他沒有難民法的 但是他有一個港澳關係條例第18條 內容我講過很多次 就是說針對香港出現一些所謂政治的情況 有很多人 他的安全 他有參與一些反抗運動 或者國民黨過去在香港有機構 或者那些機構的人 他覺得他安全有顧慮 或者那些所謂右派團體 包括工會 中親同鄉會 以前很多 掛中華民國國旗那些 他可能擔心 九七之後有機會被收拾 他希望可以去台灣 那時候港澳關係條例 在背景底下有一個第18條 這是當時蔡英文負責的 他還沒做總統的時候 是蔡英文負責的 這個說起一筆報那麼長 我們不說了 港澳關係條例第18條 第18條裡面就是說你基於政治原因 安全有顧慮的話 台灣政府 是要支援你 是要幫助你 寫得很清楚 我在2018年和2020年兩次組團去台灣看選舉的時候 兩次在陸委會我都提出同樣的問題 你有沒有用到港澳關係條18條 港澳關係條18條 來幫助我們這些 要來台灣尋求政治卑戶 或者政治避難的這些香港人 一宗都沒做過 用港澳關係條18條 是嗎 我記得我去年六月份寫了一篇文很長的 大家可以在網上找到的 那篇文的標題叫做 《抑問橫義》 《台灣聲援港人之口脈覆鉗》 幾千字的這篇文 我們從法律的角度 就是 台灣的所謂移民的法規 《港澳關係條例》 還有香港的相關法律 寫了一篇 有理有節的文章 我的結論是什麼呢 很清楚的 那時候也寫得比較隱晦一點 但是真是不幸而言重所有的東西 是嗎 當時我就提出 台灣當局 在那個移民法規裡面 在行政機關那部分就已經 將那個所謂移民 或者叫定居 或者居留那個門檻 提高了 是嗎 令到很多人沒辦法 留在台灣 那我又比較一下 加拿大中門大開 是嗎 譬如我們現在很多手續流亡在 海外的 在加拿大 獲得政治庇護的 可以成為難民的 加拿大政府批准你成為難民的 非常之多 就是比例來計 幾乎是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加拿大那麼多 我亦都見過很多這些已經拿了行街址 有工作證的這些准難民 他們有參加過香港的反送中運動 全部都是年輕人 我都見過 在美國 他的手續比較繁複 在加拿大很簡單 所以 別人就中門大開 英國不要說了 英國要贖罪 BNO 5加1 去英國的香港人是最多的 這些不一定是流亡 因為1997年之前出生 有 BNO 你就可以一家大小去 這已經不是流亡 而是人們認為香港不能再繼續生活下去 所以 最好的選擇就是英國 最方便 當然你現在 在宣傳 去那裡沒有生活 慘過甚麼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有很多人 他是基於香港現在的政治環境 這樣改變 他覺得他的小孩不應該留在香港接受教育 他便去英國 美國 也有避風港 你現在拿B1、B2的簽證 你可以延期三個月 但現在可以住18個月 這18個月可以讀書 你可以留下 你可以做其他事 可以申請移民 是嗎 在加拿大除了你要做政治難民之外 是嗎 因為你在香港參加反送中活動 你去申請做政治難民 批的機會非常高之外 你可以通過這個救生艇計劃 你可以在這裏工作 在這裏讀書 你也可以留在這裏 相比之下 台灣你說同民同種 我們支援香港人抗爭 撲你又戒到最後 你吃完人血饅頭 你就關人 現在就升高門檻 最不堪的就是 有些港姦在附和 其中一個叫喪普 這個賤人 OK 所以在中央社的新聞裏面 他怎樣說呢 講這個論壇的時候 就提到台灣香港協會理事長喪普 他在台灣搞了一個組織 有些留台港人很有辦法 他們說是流亡的 喪普是流亡的 他在D100做節目 他是流亡的 流亡來到這裏 乃民進黨屎乎 都不要緊 你可以留下 又搞一個台灣香港協會 理事長 你是否幫香港人 不是幫香港人 你這個組織的目的是甚麼 台灣香港協會是甚麼 你是不是要關注現在 滯留台灣這些手足 那百幾二百人 這群年輕人 有機會做人求 護照又快要到期 你只可以讀書 讀完書之後你就要找份工 那份工要有兩個月的最低工資 你才可以留在台灣 是吧 這班人是人求 如果你投資移民 或者 專業移民 你可以留在這裏 拿了居留證 你可以不斷延期 有機會拿身份證 雖然門檻高了 但有些人都可以留下 但是你做過公務員就不行了 你做過醫管的護士都不行 現在是 新的 去年六月改了那個 你申請定居 你要填那張表 我已經說過了 大家可以看看我這篇文章 我不需要在這裏再重複 我要說雙普這個賤人 他出席這個研討會的時候 對於 有輿論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甚麼輿論 五千人聯署要求取消廢除這個港澳關係條例 這個聯署已經 到了五千人的門檻 陸委會要回應 陸委會作為主管機靠 可能考慮要修改法律 或者廢了這條法律 另外有個台獨組織基進黨 也是主張分階段去廢除這個港澳關係條例 我先不講政治上的影響 你會影響兩地的交流 有些人做生意也好 有些人就學各樣 都是由港澳關係條例 根據港澳關係條例 如果沒有了這個港澳關係條例 台港之間就切斷了那個交流 即是等於現在大陸和台灣的交流是切斷了 但是生意繼續做 最近大陸不讓你的石斑入口說你有毒 生意繼續做 那個也是貿易交流 桑普就同意取消這個 港澳關係條例 這個是不是講奸呢 好吧